主料,黄牛干菌500克,辅量,蒜小半,青红椒,花椒几颗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这就是黄牛干菌,牛干菌洗净切成片,牛干菌被金属刀一切就会变色,青红椒,蒜片和花椒,做吧,炒锅放油,烧好的油里放入清好的青椒和红椒, 恰出香味,切成片或快的牛干菌刀入翻炒,中火,一边炒一边爆放蒜片,花椒和适量黏巴花椒的作用是提味儿,放一些花椒,菌子更加有山珍味儿,和平时炒的菜味道特别不一样 成品图,烹饭技巧,一,炒菌子的时候菌子没输可别长末,会中毒的,中火炒个20多分钟,也差不多熟了,菌子一定要炒熟才能吃,而且冷了的菌子不能吃哦,这样也会中毒,而菌子比较稀柔,炒菌子要多放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